問一問楊岳橋 先問昨天所謂的護送情況 昨天理論上 他們兩個人不可以進入會議廳之中 但其他立法會議員 受條例保障不能阻礙他們開會 所以你們在外圈圍圍著 應該沒有人阻礙你們 結果連記者一起進入 護送這個步驟 民主黨後來強調他們沒有參與 據說他們希望說清楚 他們不認同青年新政的誓詞等等 看回那八個護送議員 公民黨看到有三個 其中走前就像你 另外有譚文豪 毛孟靜也是在前方 為何有這個部署 沒有說誰打頭誰打後 其實也是這麼對的 本來的想法也是 大家希望盡量用幾個人的方法 盡量幫忙 令他們最接近這個會議廳 如果有機會也可以 容許他們進入 因為我們相信 梁君彥主席在星期二所作的裁決 他認為不應該讓這兩位議員宣誓 和他上星期的裁決是180度的改變 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 是建基於這個基礎 我們才會有這樣的行動 也必須強調 公民黨包括我在內 當然我們不認同也不接受 兩位議員在今個月初他們在宣誓期間所作的 那個誓詞的內容 我們都是完全不接受的 但是話雖如此 我們希望能夠保障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我們也認為 梁君彥所作的180度的改變 正如剛才所說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也認為這兩位議員儘管他的誓詞內容 是極具有問題 但是我們也認為他們是應該 也有權在進入會議廳內進行宣誓 護送的計劃是怎樣醞釀出來的 是在泛民會議上大家一起談 因為我看到民主黨沒有參與 其實你們黨派是怎樣的 當然這是按不同民主派議員的個人議員 當初我和譚文豪都是想著 我們如果能夠將他們護送到最前線 如果中間遇到一些妖讓的話 就要有其他議員一起幫忙繼續頂一會 我和譚文豪就要進入會議廳 就規程質詢主席 這也是本來的想法 但是當然 永遠的事實跟想法有些距離 聽眾也應該會注意到 昨天在會議廳外的記者數字 是遠超出估計的 也因為這樣 我相信 不知適合得那麼巧 幸運還是不幸運 就因為記者的問題 不要賴他們 不是賴他們 因為他們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一起進入了會議廳 這就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其實有幾個圈 核心的內圍就是梁聚行、尤慧晶 然後中間就是你們八個議員 在外邊還有一堆記者 很多記者 整個圈的人都進入了 這跟你們當初預計的結果 跟你們當初預計的結果 是否能夠進入 其實我們的客觀評估是 他們進入會議廳是極具困難的 本來的想法就是 保安的人數應該會很多 當然最後這個事實並沒有出現 是甚麼原因也沒有必要去深究 記者的數字的確是較為罕見地多 我相信很多在立法會有出席 開採訪的記者 對於人數上也有同樣的想法 好 問問周浩鼎 對於昨天出現了一個休會 你又怎樣看呢 第一 我認為剛才楊岳橋的說法 是指鹿為馬 因為大家都看到 尤良兩個人 在第一次宣誓的時候 他侮辱我們自己的國家 侮辱中國人 已經是夠錯的了 居然昨天 泛民就是包庇縱容他們 還想起這些辦法 就是互送他們進入議事廳 導致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主席已經說了很多次 他們是不能夠進入議事廳 因為他們沒有宣誓的 他們不能夠參與立法會會議 這個議事規則第一條都寫了 他們堅持多次要求 都是賴死不走 導致昨天留會 我就覺得泛民第一件事是錯的 就是為什麼要包庇這兩個人 雖然剛才楊岳橋就不認同 這兩個人宣誓的時候 用上侮辱成分的詞語 但是你既然都說他錯了 為什麼你還要昨天去包庇 去縱容他們呢 這個我覺得是很矛盾的 第二件事我都想提出 就是有一個爭議點 經常說究竟是否要幫他再宣誓 我們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 在第一次宣誓的過程中 他們要求過他們的宣誓 但是他們拒絕 還要侮辱中國人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的觀點就是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的21條 他們已經拒絕了宣誓 我們再看看昨天的會議 其實大主席根據《基本法》72條 第二款是說明他可以決定 立法會會議的議程 就算你們爭論議事規則18、19條 說明一個會議中要宣誓第一 跟著其他事項就擺效 但是問題就是 我擺不擺宣誓這件事 作為我那天的議程 這是它根據《基本法》 第72條第二款的決定 我也提出《基本法》 因為作為香港的一個憲制性文件 簡單來說一個小憲法 大家都應該認同它是有一個凌駕性的 所以我們認為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基本法》104條也說明 立法會議員就職的宣誓是要擁護《基本法》 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我真的想請教楊岳橋 你哪裡會見到他們兩個人 我說的是尤惠晉、梁仲恆 會真的擁護《基本法》 跟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現在看到他這樣的行為 好 讓楊岳橋回應一下 我很欣賞周豪鼎 欣賞他哪裡呢 他高舉梁君賢的決定 當他是聖旨一樣 他亦更高舉梁君賢 在《基本法》底下有制定議程的權力 對 非常好 為何上個星期你們留會 在這裡請答 我讓你先說了 為何如果你認為梁君賢有這麼高的權力 也要接受尊重 如果梁君賢所作的決定是應該執行的話 為何上個星期三 建制派要這樣強硬地、粗暴地製造一個樓會 請解釋 正正因為上個星期 我們看到大主席還未作最後裁決的時候 等等 這個是最後決定嗎 我們認為 這個還未作最後決定嗎 他當時的決定 跟他剛剛昨天做的決定有些分別 我們正正看到 大家在市民我們的觀察 大家都是知道對於那兩個人 侮辱我們自己國家 在宣誓的時候 大家是不認同、不接受 也不認為應該要讓他們兩個再宣誓 所以我們很清晰地表達了一個意見給大主席 我們希望他可以根據《基本法》 《七十二條第二條》 行使他這個權力 執行這個權力 那就不要讓他宣誓 所以這樣 各位聽眾 周浩鼎很聰明 他將這種民族感情 跟他們現在這種威脅的行為 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合法的行為 大家要分清楚 民主派從來都是講道理的 民族感情 這裡我們才放在一邊 因為這個是否正確 其實現在法庭已經在判了 這個我們要放在一邊 因為立法會說的是規矩的地方 立法會說的是道理 立法的地方 大哥 梁君彥上個星期 根據他自己的權力 根據法律意見 作出一個決定 容許幾位議員進行宣誓 這個你同不同意 是他的權力範圍 周浩鼎 請你解釋 請你同不同意 這個是梁君彥 根據法律賦予他的權力 可以作出的決定 作出什麼決定 就是不放在議程 放在議程中 上星期二 上星期的決定 他再說 他決定 話說回頭 他要做什麼決定 我同意是基於《基本法》 72條第二款 他放在議程中 不放在議程中 都是一個決定 多一個決定 你同意這個是梁君彥所作的決定 這個是你不能挑戰的 是否同意 不是一個最後的決定 為何不是最後的決定 為何不是最後的決定 那昨天那個又不是最後的決定 那個可否是最後的 昨天那個是說清楚的 決定做了之後 那個計劃就會在大概一天到兩天前 就會公佈出來 那個才是最後的決定 周浩鼎在誤導你 周浩鼎也在搬洪門 上星期二良君彥作的決定 不適合自己聽的 就不是最後的決定 他不是一個最後的才決 他是一個先表示的 一個意見 周浩鼎 容許我這麼說 我take a view 就是昨天那個 是一個裁決的決定 再之前那次 他是表達了一個意見 一個想法 另外一件事 我提一提 大家就是一個 有說道理的 這裏有什麼意思 我都想了解 一個是裁決 一個是表達的 昨天他講得明白 因為他裁決了之後 你看回過程 他裁決了之後 去到大概一天 一晚之前 秘書處會把那個 行程放上網 讓大家知道 他將會這樣做 他是按照他這個 裁決才會這樣做 你想想如果他上個星期 他講完那個 秘書處會不會在那個 那些人會這樣做 那些人會這樣做 會不會這樣 周浩鼎嘗試混淆視聽 什麼叫意見 什麼叫決定 什麼叫決定 什麼時候是意見 什麼時候是決定 請你說清楚 這個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可以在這裡講解 梁君彥上個星期二作的決定 上個星期二他開會的時候 也已經在議程上 容許三位具爭議性的議員 重新宣誓 這個是最後的裁決 而客觀的事實 就是因為建制派 不能夠改變這個客觀的裁決 而導致留會 這個是上個星期發生的事情 而另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 今個星期二 梁君彥作出180度的改變 他給了一個書面的解釋 書面解釋 第一點他有權力這樣做 第二點就是因為有39位建制派議員 也聲稱他們如果不能夠改變議程 會有可能令議會不能夠繼續運作下去 梁君彥考慮到這一點 從而改變他的決定 這個也是客觀的事實 周浩鼎 既然是這樣的話 請你解釋給香港人聽 為什麼上個星期那個就是意見 今個星期那個就是決定 有什麼分別 那很簡單 我就是很簡單 大是大非 大家知道 拿著《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 大主席是按照《基本法》 賦予他的權力去做出財 那為什麼一個星期前 你就不尊重他《基本法》的權力 一個星期後 你就要高舉這個《基本法》的權力 有不同 就算我當你剛才所說的 但是請你也要留意《基本法》104條 裡面是說立法會議員的就職就任 他宣誓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擁護《基本法》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錯 我就問你 你哪裡看到尤惠晶和梁頌恆 在他們這個過程裡面 是真心誠意去擁護《基本法》 這個根本是無法符合 周浩鼎正正在搬 他正在轉移視線 我們剛才所說的是梁君彥的權力 上個星期為何你不尊重 上個星期作的決定 你卻不尊重 今個星期的決定 你卻尊重 就是因為 對聽和不對聽的分別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突然間你就拿回104條出來 104條說什麼呢 就是所有公職人員 包括立法會議員 包括法官 包括行政長官 其他各級官員 是需要宣誓效忠 這個是擺出來的事實 但是怎樣去解釋 演繹 我們要同一時間 要將它和宣實及聲明條 一起去閱讀 一起去理解 這件事我們先放在一旁 因為我們說的是梁君彥的決定 一個星期你就尊重 一個星期你就不尊重 不要在搬籠門 不要在轉移視線 回來 解釋給香港人 為什麼上星期 梁君彥作的決定 你就不尊重 今個星期作的決定 你就高舉 說他很棒 我很簡單 其實香港市民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看到這個道理 如果我們說的一國兩制 我們說的最重要就是基本法 一切就是按基本法辦事 如果我們看到擺明那兩個人 是可以在宣誓的過程裡 我們多次看到他是侮辱自己的國家 又不跟宣誓條例的規矩 不依法去做一個宣誓已經拒絕了 我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 再讓他去做一個宣誓 在這個過程裡大家看到 大主席做這個決定 這個我們認為是大是大非的決定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說 他在今天去做這個決定 我們一定支持 因為這個就是按照基本法 也都認為是大是大非的事情 老實說這個我們認為 是一定有道理可以把持的 所以在這裡停一停 所以說到最後就是這樣 對聽的就高舉他是法律 不對聽的就說他不是法律 誰會認為柔衛貞和梁頌恆做的事是對的 不要再跳下去 沒有人會覺得他們兩個是對的 我和你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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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柔衛貞和梁頌恆所作的誓詞是有問題的 這是我不接受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去討論 因為他這個誓詞 具爭議性的這個誓詞 已經是大家同意的事情 我們是同意 我們現在需要不同意的事情 或者我們需要討論的事情 或者要解釋清楚的事情 就是建制派在兩個星期 處理梁君賢的這兩個決定的態度問題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制度 民主派從來說的就是制度上的建設和維護 我想回來問清楚建制派 你剛才高舉民族主義 沒有問題 我完全尊重 但如果這句你所說的是正確 你已經定立 你已經判了 你認為梁頌恆尤偉真是錯的 這是你的想法 我當然認為他錯 沒有問題 我當然認為他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何必拿去法庭 還有 請大家不要忘記 上星期二的晚上 高等法院法官 為何拒絕政府臨時禁制令 禁止梁君賢 在第二天被他們宣誓 就是因為法官考慮到 憲制上的責任 和他平衡過各方的利益 如果拒絕被他們宣誓 那個損害一定會大 禁止他們宣誓 損害一定比他們宣誓 大於被他們繼續宣誓 這個是上星期法庭的裁決 也是梁君彥透過他的代表律師 在法庭上的陳詞其中一個道理 一個星期之後 梁君彥基本上 是把法官的判決 掃進地毯底 自己把它吃進去 我想請教一下周浩鼎律師 你們這樣做 基本上同不同意 已經等於無視了法庭的裁決 不是 這個第一個人回答 法庭沒有規定 沒有禁制令 就不代表他要強制 主席去做某個決定 你搞清楚 他沒有規定規定禁制令 但他承認主席 最後的決定 一定會讓主席去決定 你很清楚 梁國雄對曾老成主席的案件 你一定很清楚 法庭一般情況下 都不會跳進去干預立法會的行業 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沒有禁制令給他 但最後的主席決定 如何處理這件事 是大主席的決定 我再回答你一個問題 剛才你問 如果他那個案件 你說法庭沒有給他 即是說好像覺得 應該要給他宣誓 大家看看 JRO那件案件 剛剛上星期他進去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強勢的案件 現在都批了禁制令 讓他上去 當然你可以說 到11月3日才審 到時審的時候 情況是怎樣 現在暫時沒有人知道 但在我自己的觀點的觀察 我們認為這件事 我們是有基礎的 亦都是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是可以得到一個勝訴的機會 當然 法庭到時我不想跳進去 再評論太多了 因為你也知道 大家明白 行家不應該在公眾裡 再過討論一些準備進行的案件 我要指出的就是 這個 現在我們見到 既然有一個JRO的案件 已經在等待要準備審 我們甚至要講清楚道理 那是否應該在現在這一刻 還要幫他們宣誓 反正也有一個JRO 有一個案件 有一個法庭的案件 準備要去審理 現在這一刻 不如也不應該幫他這樣宣誓 這也是道理 那你又怎樣解釋 難道你不贊成 同一個道理 即是梁君彥上個星期 去派律師 去抗辯 去拒絕這個臨時禁制令 是錯的 不 他要作為立法會主席 他一定要有做這個動作 這是他的程序 即是說他被迫著 真的不對 他不應該派人去 不過他剛好 作為一個主席 他就要派人去 因為他是立法會 因為他是立法會 他找楊岳橋去 楊岳橋差那麼多 那你又不能這樣說 你要搞清楚 你講不清楚道理 周浩鼎 你作為… 很簡單 你作為立法會主席 現在你是那個答案 你有責任要上去說 難道說真的 他當然要找人代表律師去做 等等 我們逐點逐點慢慢談一次 他有責任去抗辯 你同意嗎 講道理 講清楚他的底法 他有責任去抗辯 他有責任去抗辯 同不同意 他是答案 我可以告訴聽眾 他不是法律師 作為一個答辯人 他是可以認輸的 他可以不答辯 他可以認同這個申請人 是可以的 為何不透過說一次 之後等大家清楚道理 很簡單 周浩鼎 為何你不讓我再說下去 讓你再說下去 謝謝你 聽眾要知道的幾件事 事實基礎就是 答辯人可以上庭 他可以說我認同 我不抗辯 他可以認輸 他可以接受臨時禁制令 為何他不接受 為何他要抗衡 抗衡之後 還要被法官判了政府 不能夠拿這個臨時禁制令 即是要給梁君彥 而當時這個權力是甚麼 是繼續被梁君彥在星期三 繼續容許三位議員進行宣誓 這就是客觀的事實 現在你好像說到梁君彥不情不緣 你好像說到其實他這麼巧擺出來 他純粹說自己的觀點 那他的觀點是甚麼 他的觀點就是他認為 他的代表律師在法庭裡說 梁君彥有憲制責任去監製 這就是他的觀點 停一停 我要跟聽眾解釋一樣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第一 因為時間所限 剛才半個小時左右 大家很激烈的討論 但很快就去新聞 我回來我要說 回來你先說 因為有關 legal advice 那件事 因為我怕你不夠時間 回來再聽一定要說 回來聽眾也可以評論一下 剛才聽到兩位法律界 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 剛才半個小時就聽到 我們兩位嘉賓 兩位立法會員楊岳橋和周浩鼎 都有一個激烈的交鋒 挺有意思 我覺得這次宣誓風波的一些觀點 大家可以釐清多一些 以及讓大家認識多一些 剛才到了一個位置 楊岳橋質疑到一個點 就是為何當日梁君彥在法庭上要抗辯 要去抗辯 然後周浩鼎就輪到你回應 是 是 是 交時間給你 我又不認同剛才楊岳橋的說法 為何他要去抗辯 第一 因為在最早期的時候 梁君彥透過秘書署 有一個法律意見 拿回來 我相信你看了 我看了 因為他全傳給所有立法會議員 裡面呢 其實阿澤紹彤 即是那個立法會 即是那個立法會 即是他現實的 這個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最後關於那個 究竟他 宣誓有沒有效 這個點 他當時的法律意見 都說不到究竟他認為是正確還是錯 他都留了一個空白點 之後就發生的情況 就是有了這個JR的案子 這個JR的案子 的出現也導致到之後 正如你所說的所謂改變的決定 因為他有了這個JR的案子 在這個案子上去的時候 亦都透過他有律師 去代表做一個陳詞 將一些未清楚的觀點 他都會說清楚 你明白了 大家當律師就明白 但可能其他觀眾未必明白 就是有時候有些官司 你們兩邊大家一起 要說所有的道理 由法官可以做一個裁決 亦都透過這個過程 將一些不清楚的觀點 可以說清楚 所以我就不認同 楊岳橋剛才說 為何要立法會主席 既然你都不同意 為何你還要找人去抗辯 這個我想不要用一個抗辯的角度 反而應該說 因為實在有些事情 大家還未清楚 那你也要上庭 大家把觀點說清楚 將來就讓官司 可能去判出來 而且他會附加一些道理 再加上一件事 容許我這麼說 對不起 多了口水 你也知道 這個JR不單止是JR 他還有一個請求方法 是希望要求法庭 給一些方向去說清楚 宣誓及聲明條例的21條 究竟是怎樣執行 執行機制是怎樣 誰去執行 這些事情 坦白說 梁君賢作為主席 他一定要討論一個律師 上去 在庭裡也要說清楚 然後藉著這個機會 就是要求官司 可以大家把這個觀點 或者將來的裁決 要看到 所以先回答你的問題 我直接回應分 因為我答狗就要離開 希望聽眾可以諒解 周浩鼎剛才說一些不說一些 梁君賢派律師上去抗辯是一個事實 因為當時是有一個臨時禁制令 禁止他執行主席權力 在星期三為兩位議員監製 這是一個事實 他的代表律師站在法庭上 反對政府提出的申請 認為梁君賢有權在星期三 繼續幫兩位議員宣誓 這也是一個事實 幾位律師上去 不是坐下喝茶討論法律觀點 當時在爭拗 究竟為何叫臨時禁制令 就是禁止梁君賢有沒有權 有沒有權在星期三幫他們宣誓 法官最後的裁決就是 考慮到平衡各方利益之後 認為應該讓兩位繼續宣誓 這就是一個事實 而梁君賢星期三 也是按照這個道理 他繼續為三位宣誓 不過最後被建制派硬硬留會 搞得無法宣誓 然後一個星期後才改變決定 這也是事實 所以我希望聽眾聽清楚 周浩町說不說的地方 就是他中間最重的一點就是 當梁君賢嘗試依照法庭 給他的權力在星期三宣誓的時候 建制派硬硬留會 造就了過去一個星期的政治問題 政治壓力令到梁君賢 在星期二改變他的決定 這個就是問題 究竟時間問題 這裡的討論 我想在有關法律上的觀點 來到這個位置 我想又討論一下 政治上去看這件事 民意 昨天看兩個集會 看到一邊有萬多人 警方數出來都說八千多人 另一邊青年新政搞的 就是一百多十人 兩位怎麼看現在的政治形勢呢 特別是我想問一下楊岳橋 看到民意幾大部分的問題在那裡嗎 民意是否支持梁頌雄、游慧晶這樣宣誓 是一回事 同一時間 民意是否支持建制派 硬用留會脅迫主席改變決定 是否支持梁君賢硬 好像周浩町說得很噁心 因為又有法律意見 他就聽要法律意見 當建制派這樣 他又可能要聽建制派 梁君賢180度改變決定 是否有擔當、是否有擔大 是否有能力繼續擔任主席 這也是另一回事 說到尾 我必須要在最後幾分鐘強調一次 我不贊成兩位青年新政的議員 在宣誓的時候這樣做 但同一時間 建制派強硬地脅迫留會 脅迫主席改變決定 最後梁君賢也這樣改變決定 這也是我們認為 是無視法律、無視規矩的行為 接下來有些甚麼行動 剛才你用了一個互訴的方式 讓你加入立法會 下星期又會回來開會 又可能會面對同樣的局面 我相信現在這個星期 民視派的同事 一定要坐下來 大家再研究一下策略 未有想法 太早了 但始終壓力就離開你們 因為這次說成了一個優會 就是因為秩序問題等等 上星期主席做之前的決定 留會的就是建制派 現在變成搞到優會的 可能會指向你們 我經常覺得梁君彥昨天不需要優會 他只要叫幾派議員 坐下來一起談 去商討一下策略 去研究一下究竟有什麼可以做 這個才是一個主席有擔當有擔 但應該要做的事 而不是草草優會 另外趁你離開之前 也想問一個問題 今天是郭大寶章的頭條 說特首參選 看到有名字出來 就是胡國興 晚一點他就會開記者會交代 你聽到你的消息又怎樣看 對於胡官當然是一位 很受尊敬的法律界人物 但對於他的政治立場 對於不同議題的看法 因為他可能當法官 很多時候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所以我是希望看看 他下午的時候出來見記者 對於香港各種議題 包括政治上的一些立場 是怎樣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評論 如果用法官治港 就一般這樣說 你覺得這個方向 可以想到香港 是否需要這一類的人才 在現在的環境之下 當然到最後 法官是一個很概括的 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能力 胡官能否展現到 他有一個管治的能力 我相信是要他展示給香港人看的 好 楊岳橋知道你有事 今天先跟你談 謝謝你千禧年代 謝謝 周浩鼎繼續留在千禧年代 跟我們談 好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 剛才也問過楊岳橋 就是民意的事情 如何量度 昨天看見 如果數集會人數 很懸殊 你有甚麼看法 這方面 很明顯 我在這裡 第一點要補充 就是我今早 第一句 怎麼說 都是泛民無視法律 你既然都說他們倆是錯的 那你為何還要包庇他們 昨天衝進議會 楊岳橋解釋 情緒還情緒 但也不是 他們經常說到議事規則 那麼高尚 那麼要尊重 但議事規則 第一條就是 你沒有宣誓 不能進入立法會 會議會議會開會 那你要尊重 議規則 不是讓你輸打贏 他們又說有另一條 可以讓他進入宣誓 議員人 如果有時間 他剛才在 我們再用有時間 還可以爭辯 但法律是在 基本法72條 第二條是說明 大主席是決定議程 這個我想要再三強調清楚 回應回到你剛才那件事 就是民意 現在是很清晰的 我相信絕大部分市民 是不會有人認同 尤惠貞和梁頌雄的行為 更加就是 大家也清楚知道 既然他們 都不去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又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又不會擁護基本法 我都看不到 他有哪一部分 是可以 真的符合 基本法104條的要求 既然你又不認 那為何你還要硬霸 我們這個 中國香港的 立法會議員的議席 他們是想宣誓的 難道你就是貪責那些 辛丑 或者貪過名字 不是吧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簡直認為 其實是很錯的 現在大家看到 還有他們說那些 所謂他要求什麼宣誓 大家都其實很清楚 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的觀點就是 已經給過機會他去宣誓 但是他是拒絕 他也再說多一次 他們都依然是用上 那些侮辱性的字眼 去搞亂整個宣誓的儀式 那on case law 就算我們說梁國雄 對立法會秘書署的案件 法官、夏正文、克文都說得很清楚 宣誓 為什麼要跟足一字一句 要跟足那個方式去做 是因為這個是關乎到 整個立法會的正當性 如果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想到辦法 自己去改誓詞去做一套 那誰會尊重立法會呢 更何況公眾 也是對宣誓的形式 是有一個共同的標準 這個是他的判詞 所以根本我們很早已經說 他們是不行的 這個是根本不符合 亦都拒絕了 我們認為根本就 不應該再給他們機會宣誓 已經過去了 當然這個我會等法庭的裁決 因為11月3日他會審 但我是… 正如我剛才跟楊和喬爭爭爭的時候 我說 我們是認為是強勢的案件 亦都是有優勢的 即是有機會勝算 立法會開羅了一段短的時間 這麼多風風波波 你怎麼看梁君彥 做主席以來整體的表現呢 整體這麼久看下來 你幾個時機 我想不要用這麼短的時間 對立法會主席的表現下一個評論 因為老實說 別人才剛剛上任 我覺得… 但我總體來說 我認為 第一 他昨天做的那個… 即是今次做的那個裁決 我們認為是支持 亦都有理據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不再重複了 我認為 即是希望他日後 都能夠… 即是… 大家能夠公正地去處理那些事情 即是這樣 威信怎樣呢 因為始終剛才聽到楊和喬都說到 180度轉變 當然他會不斷質疑 我如果還有多個小時 還會繼續跟他爭論 他不斷整天說 我們搬龍門 但其實我反過來 覺得搬龍門的就是他們 我為何說他們指鹿為馬呢 因為第一 大主席在上星期 說出來的 他對著傳媒說的 都不是一個… 我不認為那是一個 最後的裁決 老實說 如果你說 剛才我們也是爭拗這一點 但最後的分別是哪裡 都是一個裁決 當時他都有決定 老實說 他始終都是一個… 即是到最後大會 到兩天前 即是最後一個正式公佈 他的議程 大家會看到 那個情況如何進行 我想那個才算是一個 最後的裁決 如果你說… 上星期不是裁決嗎 那他也有個想法 我都會被他兩個人宣誓 那你容不容許… 如果你說無論他的想法、意見 或者決定也好 你容不容許他按照他的實際情況 去作出一個改變呢 如果他剛才經常說 就算他真的一個裁決也好 你說所謂180度的改變 他不接受 但我們是認為 第一 鑑於有了司法覆核的出現 大家要記住 是真的現在有了一個司法覆核的出現 而這個司法覆核 這個案子 亦都會在11月3日審 其實你基於這個理由 基於這個理由 而他去作出這個最後的裁決 我認為是有道理的 似乎他跟大家說他的原因 為什麼剛剛這個星期的決定 又沒有提及那部分 主力也是說 怕立法會就運作不了 怕建制派就要說 你們會不惜任何代價 都會阻止他們兩個人宣誓 當然 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認為 第一 我們建制派的會議裡 大家也說得很清楚 這是大是大非 大家都認同 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既然你們兩個議員 是不承認這一點 也已經在上次的宣誓 大家都認為他們已經 根本上已經拒絕了 這是我們一個很共同的觀念 我們也是表達給他聽 希望他能夠想清楚 反過來 大主席應該要決定 法庭呢 我告訴大家 法庭在判禁制令的時候 剛才楊岳橋說 要衡量大家的傷害 那個principle叫做 balance of convenience 就是說 要知道就是 大家要衡量一下 如果我給這個禁制令 做出來的影響 究竟對雙方面的影響 究竟有多大 都會去平衡 我相信大主席 他坐在立法會主席的位置 他都應該要考慮一下 如果他選擇 去讓他們兩個去宣誓的時候 之後後續出來的影響有多大 可能將來政府是勝訴 如果在他勝訴 政府贏了的時候 而你在這個時候 就讓他們去宣誓 讓他行使所謂議員的權力 進入立法會會議 去說話 去表決 甚至出席會議 他可能將來帶來的影響 傷害很大 因為你記住 這兩個人 是不斷地宣揚港獨 甚至他會去別的地方 用他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去台灣去別的地方 去宣揚港獨 我覺得這個傷害的影響是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考慮 這個問題怎麼回答呢 似乎法庭上星期就回答了 他覺得 憲政債不償應該先給他宣誓 當然我們尊重法庭的看法 但我覺得既然法庭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他沒有給禁制令 就不代表他要強制大主席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最後的決定 是交給大主席 我認為大主席坐在立法會的主席 這個位置 他的角度 他也應該有他自己獨立的思考 在這個方面 因為要說得很清楚 大家要記住 法庭沒有給禁制令 不代表法庭強制大主席做任何決定 最後決定還給大主席 好 另外這次他說 押後這兩個人的宣誓 其中一個原因是 擔心癱瘓立法會的運作 他擔心 他對面的說法都說得清楚 如果因為這個原因 而調議程的話 怕不怕開了一個先例呢 就是癱瘓立法會 另一邊可能更多招數 譬如主席台 突然就下下發展到這些位置 鬥軚門 軚門到那個位置 我夾你要轉 我想這次是一個很例外很例外的情況 我相信大家市民眼睛很雪亮 為何再上一個星期 我們那個集體離場那件事 是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例外的情況 我們不是因為某些民生議題 或者好像泛民那樣 刻意不斷地 好像上一屆十八次流會 我們不是做這些事情 這個是一個很例外 是關乎到香港能不能夠 成功地貫徹一國兩制 這個這麼大的原則 做出的決定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個很例外很例外的情況 我希望市民是明白的 也不會發展到像你這樣說 以後就會不斷地去用這種方式 我相信就不是 這個是因為今天這個情況 發生了今天這件事 而更加是大主席為何不放他們兩個 去宣誓下去議程那裡 行使這個基本法 七十二條第二款的這個權力 很清楚 這次也是一個很特別很例外的情況 因為他們兩個太過分 直接是已經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又要宣揚廣獨 還要侮辱自己國家 這個是大家看到很例外的情況 聽聽聽眾的意見 17231 17231 在直播室繼續有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電話有鄧先生打上來 請周浩鼎大喜異同 我們一起聽聽鄧先生的意見 鄧先生你好 我讀書少 但是你是律師 我就是想問你 他個人的操守問題 我不認同 但是我們要跟那個法例去做 他們雖然現在法庭家 就要覆核他們 但是沒有頒過禁制令 但是他在法律層面來說 他兩個是不是清白的 周浩鼎 我們應該所有利益 所有的疑點歸於被告 他都未審未覆核 你就承認了他有罪 就不讓他宣誓 我不認同他操守 但是不肯然讓他宣誓 為什麼他現在還是清白 你說他現在是不是清白 周律師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不認為他們是清白 他們已經違反了21條 我真的無法估計 你可不可以容許我 我解釋給你聽 第一 我們會尊重法庭的判決 我們是有我們的一個看法 然後現在因為法庭 已經將會審理這件事 那我們就交給法庭審理 我們是有一個觀點 如果法庭覺得事態嚴重 已經頒了禁制令 對不起 對不起 可能沒有聽我剛才說 給你聽 他都未審 我們就當他是清白 如果他不清白 以前我的懲教主做 那些機留犯 就因為不清白 所以都是機留 叫做機壓犯 他現在是議員 沒有人可以欺負他的暫時 在這個時刻都不可以 但你仍然仁慈 用什麼國家 什麼都好 我不認同這兩個年輕人 為什麼 有種而無謀 很多人都不認同 包括泛民都不認同 但你不可以不讓他宣誓 OK 如果不是的話 立法局為何還要繼續出糧給他 如果法庭 其實出糧給他也有問題 我想告訴你 因為在英國 因為在英國 有個議員叫Jerry Adams 你聽完我說 有個叫Jerry Adams的議員 他是堅持愛爾蘭局 他選到國會之後 他自己選擇自動前職 即是他不想對英女王宣誓 好,讓鄧先生說 如果將來法庭判到他兩人沒有罪 你要讓他宣誓 如果你不懂法的話 你要讓他宣誓 我想請問 這個期間 他們喪失了議員的資格 又不能去投票 又不能選擇 選什麼委員會 選什麼委員會 這個責任是誰去負責 就是因為人質 我們要說法律的,律師 OK 謝謝鄧先生 簡單周回應 可能他剛才沒有聽到我解釋 就是權衡、傷害、平衡和平衡 第一 將來去到審的時候 我們作為律師 如果我要給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主席 我們都會說制話 我們認為從嚴去看 基本上他們第一次 真的已經違反了 宣誓及聲明條 這是我們要有自己的觀點 第二 剛才我說得很清楚 大主席、立法會主席 要坐在他的位置上 他也要有自己獨立的裁決 獨立的思考 就是衡量 究竟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給他兩句宣誓 而到最後政府是勝訴 而我認為 從我的觀點去看 政府是有機會勝訴的 這樣的情況下 讓他用了這段時間 他自己宣誓進去 在這段時間裡 他利用他議員的身份 參與立法會的會議 進行表決 對香港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加大 因為他不斷鼓吹港獨 又去其他地方 不斷用他議員的身份去做 很多很多的宣傳 破壞一國兩制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傷害 亦都是非常大的 這個回答了聽眾剛才的問題 不過另一邊的說法 都是澤少堂之心大律師 有另一看法 強烈建議他給他再宣誓一次 而禁制令的討論法庭 亦都是 容許我 我想聽陳先生 看看有機會再一拼回應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請說陳先生 周浩鼎在這裡 我也不同意兩位議員的做法 但是問題就是 我想問問周浩鼎 如果你認為上個禮拜 梁君彥的裁決是一個想法的話 為何你會容許黃定光議員 說要重建議員兩個宣傳後 你們所有建制派留會 而不是在這個宣傳前 你們所有建制派留會 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究竟黃定光說錯的情況 和柔慧晶或者梁仲恆的情況 是兩馬子的事 我想大家都可以從一個邏輯去判斷 陳先生 陳先生請說 但是如果你說民族意識上 他有沒有違反到基本法上面 他有沒有不尊重國家 沒有不尊重法律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留回去法庭 去阻礙財決 原來確定了他們兩個 不尊重香港 不尊重基本法 不尊重那兩制 但是這一刻 他也是一個議員 如果就算是不尊重的時候 法庭阻礙財 假設是政府制造的話 到時是否應該再考慮 去斥責這些議員之間 我剛才不是回答你 我剛才不是回答你 因為如果他現在那一刻 給他宣誓 你要衡量 就是政府萬一 將來是勝訴 而我覺得機會是大 而他現在給他兩個宣誓 利用了這段時間 他不斷地參與立法會 進行表決 宣揚他的港獨 這個對於一國兩制的破壞 亦是很大的 立法會主席作為立法會主席 他有責任去好好地衡量清楚 這個傷害 所以他要做根據《基本法》 72條第二款去決定 擺不擺這個宣誓的議程 他就要去行使他這個評判 謝謝陳先生的電話 不過再說一句 紫森大律師澤少堂 和審議臨時禁制令的時候 都不是你這種觀點 澤少堂的最後一句 澤少堂的觀點是因為 究竟他有沒有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 他不能給予意見 他最後那一刻也說 他不能給予意見 他不知道 他在法律上寫 他也不知道 ث mild 他不會予意見